大家好 欢迎来到腾讯OS Tiny物理网操约系统学习课堂 我是杰杰 今天我来跟着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关于信号量相关的一个知识 下面是关于我的一些个人简介 这是我的一个博客 CSTN的一个博客 以及我的GitHub 本系列课程的一个所有代码 都会放在我的一个GitHub上 大家可以去拉取 然后呢 这里是我的一个个人公众号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代码也可以从我的公众号去获取得到 然后如果你要加官方的一个群的话 可以加我的一个微信 然后我拉你进去 不过要说明来意 然后这里有一个官方的一个交流Q群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它 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进入一个正题 讲解信号量相关的一个知识 那么我们会讲解以下的一个内容 信号量 简介 以及它的一个数据结构 还有我们要创建一个信号量 然后销毁一个信号量 获取一个信号量 并且释放一个信号量 这些都是一些API的一个函数 就是讲怎么用 好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信号量的一个简介吧 首先来说信号量在操作系统之中 其实是一种实现任务与任务之间 任务和中断之间的一个同步 或者临界资源的一个互持保护的一种机制 也是一个IPC的一个资源 那么它更多的用作一个同步的一个处理 就像我们经常听说的一个消费者 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一个模型 生产者与消费者 那么我们后续会讲解这个 回顾一下这个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一个模型 现在大家了解一下即可 那么在多任务的一个系统之中啊 各个任务之间经常需要同步 或者说是互持 那么信号量就可以满足这些要求 抽象来说呢 信号量其实是一个非复的一个整数 整数就是一个零 然后到一二三四 然后一直到N 那么每当信号量被获取的一个时候啊 也就是pand pand 获取 那么这个时候它会减一 如果这个整数的一个值为零呢 那么就表示这个信号量 处于一个无效的一个状态 就无法再被获取 也就是说 只有这个信号量的一个值 它是一个非复整数 只有它的一个值是大于零的时候 它才能被获取 那么如果它为零的时候 就表明它处于一个无效状态 就无法被获取 那么所有获取它的一个任务啊 将进入一个主射状态 或者说是一个等待状态 那么这个等待状态呢 则是等待一个信号量的一个状态的 通常来说 信号量是一个有技术值的 也就是说它可以是从零到N 那么它的一个技术值 可以用于系统资源的一个技术 当然啦 如果你要真的要细分的话 那么可以分为一个二值信号量 二值 还有一个是技术信号量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什么是二值 二值的话 非零及一对吧 不是零 那么就是一 所以这就是一个二值 而技术信号量呢 则是零到N都可以 如果我们是把一个信号量 用作二值信号量的话 那么它最大值只能是唯一 无论后续有多少个信号量 那么它最大值也只能唯一 当然啦 腾讯OS Tiny 这里是不会将这个信号量 进行一个细分化 那么它的一个技术值呢 就是零到N 它是一个非负的一个整数 如果你要细分的话 也是可以的 像FreeATOS这个操作系统来说 它是有二值信号量 还有一个技术信号量的 不过总的来说 它都是一个信号量 只是看你怎么使用而已 那么一般来说 这个信号量有两种值 如果它是零 就表示它没有Post下来的一个 信号量的一个操作 就没有积累下来的一个Post 信号量的一个操作 那么 如果它视为零 我们获取这个信号量的时候啊 那么它就没法被获取 那么还可能会引起这个任务 来进入一个主射状态 所以如果它的值是零的话 那么可能就有任务 主射在这个信号量上 有任务在等待这个信号量 而如果它是一个正值的时候呢 则表示一个或者多个Post的一个信号量操作 这样子的话 那么你一个任务去获取它 去获取它的时候 那么这个值就减一 比如说我有一个 那么我获取它的时候呢 我就减一就好了 那么它就会变为一个零 而二的话呢 它就会 二 那么获取的话就会变为一 这就是一个信号量的一个特性了 信号量呢 和消息和对列也是一样的 它是拥有一个主射机制的 任务需要等待某个中断 或者说某个事件发生之后 才去进行对应的一个处理 也就是我们说的一个生产者 与消费者的一个模型 简单来说 我生产者就是当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要告诉一个任务去处理它 那么这个处理任务就叫做消费者 这样子的话就产生了一个同步 那么这个同步就是我们 经常可以使用一个信号量 来去达到的一个效果 就是一个同步 然后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任务可以处于一个主射状态 等待这个信号量对吧 直到这个中断发生之后 再释放这个信号量 就中断发生后 释放信号量 任务才可以唤醒 去处理对应的一个处理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生产者 与消费者的一个模型 那么在释放信号量的时候啊 它可以能够将 它可以立即将等待的一个任务 转变为一个就绪状态 如果这个任务呢 处于一个就绪状态的 一个最高优先级的话 那么这个任务就可以被立即运行 这就是一个操作系统之中的 一个实时响应 并且可以实时处理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简单来说就是 我任务在这里等待这个事件发生 或者说等待某个东西发生 然后在这里等 那么当它发生的时候 我需要立即去处理它 那么这就是一个实时的一个响应 并且可以实时的一个处理 在操作系统中 使用一个信号量 可以提高处理的一个效率 当然了 我们后续还会有一个 叫做事件的一个东西 事件的话 跟信号量还是有一点区别 我们后续会讲解 然后呢 这里的话一个主色机制 我们学过对类来说 它也是有一个主色的 那么如果这个对类中没有消息 那么或许这个对类的一个任务 就会主射在这里 你等待这个对类消息有效 对吧 信号量也是一样的 它是拥有主色机制 任务在需要或许某个中段发生之后 任务需要等待某个中段发生后 再去执行对应的一个处理 那么在这之前 这个中段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任务获取这个信号量 那么它肯定是无效的 对吧 如果它是零 那么就是无效的 无效的 那么任务就会在这里等着 处于一个主色状态 等待着这个信号量 变为一个有效 直到中段发生后 那么它会释放这个信号量 当然了 这也是需要我们自己来 调用这个API的 释放这个信号量 这个任务才会被去唤醒 去执行对应的一个处理 那么在释放信号量的时候 它可以将这个等待的一个任务 立即给它唤醒 就是说 让它变为一个就绪态 如果这个任务呢 优先级处于一个 在就绪任务中 是处于一个最高的优先级的话 那么这个任务 它就可以被立即运行 这就是 操作系统的一个实时响应 就是处理 好像刚刚已经讲过了 差不多 再讲一遍也无所谓 简单来说 我们可以做一个 使用一个信号量同步的 一个模型吧 就是一个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一个模型 去来讲述一个主设计制 那么首先来说 我们生产者一个任务吧 就一个任务一在这里 任务一 假如我是用了一个串口 是用串口 任务一 我在等待着一个串口消息 串口的一个数据的到来 对吧 那么 假如我串口还没有发送数据的话 那么我首先 我任务一去获取这个信号量 然后这里是一个信号量 获取它 那么 获取这个信号量 因为串口没有数据来 此时信号量 肯定是为0 那么这个任务一呢 它就会变为一个主设状态了 就会进入一个主设状态 那么我讲述有一个串口的一个数据到来的 那么串口数据到来的 这里 它的一个串口 来 这里是一个串口 那么这个串口数据到来的时候 是不是会产生一个中断 那么我不管这个中断是 什么中断都无所谓 那么它会在这里的话 你肯定会有一个中断服务函数 对吧 就在这里会去处理它的一个中断服务函数 那么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呢 我会释放一个信号量 在这里释放信号量 所以释放 释放这个信号量呢 那么我这里信号量 因为它的一个释放 本质上是对这个信号量 是处于一个加1的一个操作 那么此时信号量是1 信号量是1 那么它获取的话 肯定会获取成功啊 对吧 获取成功 那么它就从一个阻塞态 变为一个就续态 对 它变为一个就续态 那么处于一个就续态的话 就拥有参与任务调度的一个资格 假如它的一个 就续态呢 它是处于一个就续任务之中最高的 那么它会可以被立即运行 所以说它也是相当于 直接是变成了一个运行状态 这样子的话 那么就是从任务1 等待到了这个消息 这个中断到来 那么它就会立即变成一个 运行态 然后去处理这个串口的一个数据 那么 那串口的一个中断 那么它就是一个生产者 而任务1呢 它得到一个中断之后呢 它去处理这些数据 那么就是消费者 串口是生产数据的 而任务它则是消费数据的 它把这些任务 这些数据拿去处理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信号量的一个数据结构吧 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一个代码 那么我们打开这个代码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数据结构相关的一个知识吧 首先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它的一个config文件里面 它关于一个信号量的一个红定义 就是 这个 它的一个信号量 就是sem 要记得 这个是一个信号量 sem 那么它在这里的话 定义为1 就表明我们是要打开一个信号量的 那么我们可以在kernel 就是它的内核圆码里面 去找到这个信号量 sem.c 那么随便找一个函数 那么可以看到它的一个API存入的一个参数 有一个ksem-t 这里就是它的一个信号量的一个数据结构 那么在这里 tossem.h这里 它的第六行 那么在这里的话 其实就是定义了一个信号量的一个数据结构 也就是说信号量控制块 我们把操作系统里面这类数据结构 叫做控制块 那么这个控制块呢 其实都是 通过这个控制块里面的一个成员变量 去操作这些数据的 那么这些的话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信号量控制块里面 有哪些成员变量 首先它的第一个成员变量 就是一个 Pan的OBJ 它其实就是一个计程 是一个内核对象的一个 数据结构 之前我们也讲解过 这个数据结构主要是记录这个内核对象的一个类型 以及它等待的一个列表 就是说我有一个任务 它是可以挂载到这个内核对象的一个等待列表里面的 而这个内核对象 我又要知道它是属于哪种内核对象 比如说它可以是一个消息对列 可以说是一个对列或者信号量或是量或是所等等 然后它另一个成员变量呢 则是一个Coptan的一个参数 这里的话呢我们也说信号量它其实是一个抽象来说 它其实是一个非复的一个整数 因此它的一个信号量的一个数据类型呢 只有一个16位的一个无符号类型的一个整数 就在Coptan 而Coptan的话类似于一个技术 在技术之中我们会知道一个信号量的一个个数 那么它可以为0到n 就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这里的话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讲解 主要是由这个类型的一个Pen OBJ 它其实是一个继承制系统的一个内核对象的一个数据类型 以及它的一个Coptan的一个技术值 而Coptan的一个技术值呢 则是它的一个16位无符号的一个整数 那么Pen OBJ呢 是一个面向对象的一个类似于继承的一个属性的 主要是描述内核资源的一些类型 以及它的一个等待列表 List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创建信号量的一个函数吧 创建信号量的一个函数呢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可以想一想 我们从头说吧 系统中呢 每一个信号量都是有对应的一个信号量的一个控制块的 这些控制块啊 都是包含了这些信号量的一个所有信息 比如说它的一个等待列表 它的一个资源类型 而这些呢 其实是继承于Pen OBJ Tiny无点王操作系统 它的一个内核的一个资源 它的等待列表和类型资源在这里 资源类型 还有它的一个信号量的一个值 信号量的一个值 我们是0到n的 这是不可否认的 那么呢 因为它是16位 所以它是不要超过65535的 那么我们来想象一下 这个信号量控制块 其实相当于一个任务控制块 就是说这里是一个信号量的一个身份证了 那么我们要创建这个信号量的话呢 其实我们就是相当于把它的一个身份证给初始化一遍 是不是 那很显然就是这样子的 创建信号量的一个本质啊 就是对这个信号量控制块进行相关的一个初始化 并且在后续对信号量的一个操作啊 都是通过这个信号量控制块来完成的 如果没有这些控制块的一个信息啊 那么就无法去操作这个信号量了 因为你都不知道它的一个值是什么 它的一个等待列表 它有什么任务在等待 它的一个资源类型是什么 你都不知道 那么怎么去操作呢 所以说我们以后操作这个信号量 都是通过一个信号量控制块的 因此我们在创建信号量的时候 就把这个信号量相关的一个控制块给初始化一遍 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原代码 就是这里 TLSSendCreator这里 首先它的一个函数只有短短几行 这也是我非常佩服大大神的一个原因了 因为它写这些代码非常简单易懂啊 然后在这里的话 首先是要检查一下信号量对吧 就在这里检查一下这个信号量的一个控制块 因为它是用一个指针的 如果它的一个信号量控制块为空的话呢 就是说然后它为now 那么就直接返回一个错误代码 就表示它的一个信号量控制块为now 然后呢再调用一个penobj init 进行一个初始化 那么这个初始化是初始化什么呢 初始化的就是一个既成制内核资源的一个对象 就是说它类似于一个面向对象的一个编程吧 因为它是一个对象 它是什么对象呢 它是内核的一个对象 因为我们说信号量的一个penobj这里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既成制内核的一个数据结构 那么就带用它来进行初始化 而初始化主要初始化它的一个list 就是它的一个列表在这里 它的一个列表以及它的一个类型 而它的类型呢是tap通过它的一个参数传递进来的 然后这个函数也是比较有意思 因为你看它可以继承内核对象对吧 所有的一个内核对象都可以使用这个函数进行初始化 而它只需要通过一个tap的一个类型 去解除这些偶合 比如说你信号量 那么这个tap你就是一个信号量的一个类型就好了 如果你是消息对列或者说你是对列 那么这个tap就是一个对列的一个类型就好了 那么它在这里的话就定义了 通过一个枚举类型就定义了这个tap的一个类型 比如说它并没有任何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内核对象 所以它是为num 然后还有一个是信号量的一个类型 它是为0s1b11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1b11是啥意思 但是它这样子命名也是有它的一个道理 然后它可能是一个护次所的一个类型 那么就2b11 然后它的一个事件的类型 那么它可能就3b11 以及它的一个对列类型 那么就是4b11 这些都是一个它每举起来的一个 内核对象的一个类型 那么在这里的话 坑线员就将它这个初始化为一个信号量的一个类型 然后再将它的一个信号量的一个 Coptan的一个技术值 初始化为我们指定的一个Coptan的一个技术值 因此调用这个信号量创建函数 是将这个任务 再将这个信号量给初始化 而它可以指定一个初始的一个信号量的一个值 那么为什么会有一个初始值呢 假如像我们的一个消费者 生产者与消费者模型 如果你生产者没有发生的时候 那么它默认情况下 这个信号量应该是0对吧 那么假如你给了一个1给它 那么它8于0的话 那么你这个任务在这个窜口中断没有发生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首先获取到这个数据 获取到这个信号量 然后去执行 这样子就不满足我们的一个生产者与消费者模型了 所以它的一个函数的一个初始值呢 其实并不是为这种模型而建立的 那么它我们也说 一个信号量它可能是会有一个叫资源技术的一个东西 资源技术或者说资源统计 那么它的一个技术值呢 是可以用于一个资源的一个统计 假如我系统之中 我有三个资源 那么就是有三个资源的话 我不论它是什么资源 那么就代表它可能可以被三个任务去使用这个资源 对吧 就像你一个停车场里面有三个车位 你可以停三辆车这样子的一个处理 那么在这里的话 你有三个资源 我任务于我要访问这个资源 我首先要获取到这个信号量 获取到这个信号量 那么它就会变成三减一 那么此时还剩下两个任务可以访问 任务二也去获取它 那么就再减一 那么还剩下一个 那么任务三再去减一 那么此时就没了 就像停车场 你停了一辆车 那么就剩下两个车位了 你停两辆 还剩下一个同样的一个道理 就是一个资源的一个技术 那么当我的一个初始的一个资源 可能是五三五十 这些资源数 那么我就在创建的时候 指定它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技术值 当我去用了这个资源 那么就减一 而我用完了之后呢 我又把这个资源给释放 那么它就 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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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话 就像你停车场 停车场 你进来了 那么车位就少一个 你出去了 车位就多一个 这样子的话 系统的一个整的 就总的一个资源数是不会变的 也就是init copton这里是不会变的 这就是一个创建信号量的一个 有两个参数的一个意义了 那么在其他操作系统中啊 那么 它的一个是用于同步的话 可能是会被分作一个二指信号量 还有一个是技术信号量 就这样子的一个原理 当然了 TensureOS Honey物理码操作系统 并没有将这个 很有 有很明确的一个界线的一个区分 只是你们在写代码的时候 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本节课的话 也就讲解到这里吧 下一节课我们就接着来讲解 当然了 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一个官方交流群 去学习一下 谢谢大家